开学日如临大敌 新北市海山国小超过3000名师生全出笼 志工老师站在校门口一个个量额温量到手软 就怕排队等待人潮会塞车还分道分流 一口气开了16条动线 像过海关一样 校园防疫奇景不止如此 除了第一关量额温 高雄这所学校加码在穿堂设置红外线热显像衣 如果学生体温过高马上就能揪出来 连开学典礼都很特别 校长出现在镜头前隔空宣导防疫 师生们在教室同步聆听 这场视讯连线宣告本学期正式开始 大型集会的活动我们都会考虑延后办理 比如说我们本来原定三四月就有的向外教学 我们前一律调整到五月之后 再来看疫情来做决定 就怕新冠肺炎入侵校园首都防疫高度戒备 台北市高中国中国小 二十二万名学生一起开学 强化校园防线 全台师生动起来也让这回开学日很不一样 记者张俊慧陈文玥SNG小组台北高雄报道